爱很美味 爸、妈 我知道我们两代人的观念不同 就像这道甜品一样 一冷一热容易碰撞在一起 我知道你们每一次念叨都是为我好 都是在担心我 但请你们相信这一次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们中国人遇到什么事情 都喜欢摆到饭桌上来说 就像我们今天这样 您还记得吗 我小的时候 只要家里有重要的日子 您都会准备一份丰盛的大餐 这也是我想开餐厅的原因之一 我想我的顾客来我这里吃饭 不仅仅是吃一顿饱饭而已 更是一种情感的连接 静静 老爸有个事想不明白 你一直喜欢做菜 那不过是业余爱好 可为什么非要开个专业餐厅呢 你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和不错的工作 你说你业余爱好做做甜品 做做菜 拿来消遣 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职业和爱好 它是两回事 我不确定我一定能做得到 但冥冥之中 我总觉得我人生经历的一切 都是在为今天做准备 我想开餐厅 如果我能把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变成自己的职业 我就没有任何遗憾了 尽管服务acks 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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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